它的情况会比较严重 因此会对这个立柱先进行一个加固 然后再把事故车辆从高架桥上来进行一个推出 另外呢 受到这样的影响 可能会最起码会有20天左右 才会对整个桥面来进行修复 所有临时性的加固 因为我们看到现在主要的有一根立柱已经是出现了裂缝 可能它的情况会比较严重 因此会对这个立柱先进行一个加固 然后再把事故车辆从高架桥上来进行一个推出 另外呢 受到这样的影响 可能会最起码会有20天左右 才会对整个桥面来进行修复 所以我们其实可以通过地图看一下 上海其实这个部分呢 是上海从北面进步前来说 还不能够开上高架来对事故车辆进行一个清理 那么现在呢 由于发生了这样的一个事故前来说 还不能够开上高架来对事故车辆进行一个清理 那么现在呢 由于发生了这样的一个事故 虽然只是桥面倾斜和错位的一个最大的地方 现在整整执行的交警呢 进行一个疏导和分离 那么这样的疏导和分离呢 车辆还是会需要开到周边的这些更加小的道路 因此这些道路承载了非常大的一个车流量 就在直播前我们发生在昨天的凌晨 而且呢 并没有造成任何的人员伤亡 但是事故的影响处置呢 显然并不是这么的容易 因为呢 根据大部分的货物呢 都已经是掉落在地上了 其中一部分还顺着高架的整个的 从整个低层的这个高架一直是落在整个地面上了 那么经过发生了一个侧翻 当时呢 是由 然后就说 对吗 就像来说 个厨便的 修理的学校 有点赞的 就是喔 我们的语言